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老妹 结婚多少年 结婚32年了 今儿来我们这儿是为啥 就是在我们办完新家之后 她现在的脾气越来越大了 你总说我脾气大 我就认为我很正常 你看我还没说完了 她又说了 你看她这是不是 你说你说 就刚才说是因为买了新房 所以脾气大了是吧 去年九月份装修时 我为妈选天保 你就图省事不想管 我怎么叫图省事我不想管 对吗 我私系单位我上班我能卸吗 真说完了 你妈也不懂 对吗 让你买菜 让你买菜 你不懂我不就溜完之后 店子你歇发的时候 让你去看在哪儿确定去吗 你这回事我你 我上六天就写一天 这么累我都恨得好好写 我七天都跑完了 你就确定一下嘛 你 行 头了头了头了 头了头了 就是装修的时候有一些矛盾 就是带到新房子里来了呗 看着就不舒服呗 他那边整个炒得特别厉害 到底是满意还是不满意 不满意可是我也不能说出来 就听明白了 你看他 你看这个脾气了嘛 行 这个咱们知道怎么回事了 就这事在心里是个疙瘩 没有按我的方式 用全包的方式去装修 或者说装修的风格什么 我不是特别特别的满意 可能带了一些情绪 这承认吧 有有有 行 那咱们这事就过吧 而且他特别大男子主义 有 现在我就说找了一个幼儿园 后厨的工作 最起码能贴补一些家众吧 挺好 他就认为就是说 我去幼儿园上班了 对 事情 去东西 我去对方 我去做了 你自己去做工丝 我去做工丝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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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意思是我 您的饲养员 挺真知的 对呀 对吗 要不然的话 你看看 您都吃得这么肥 肚子这么大 真团 他说的知道吗 都是自己的理 就说教育孩子 我们的俩之间 没有共同语言 我一说话 他就说 他是孩子 你别说他 我一说话就说 我现在我也不说 我也不说了 我说慢了 我说得对 你不听 孩子有什么事 跟你说一半 我呀 一句话一说 他就给孩子拦住 听不懂就是 我是他爹 我是他爹 你明白吗 你明白这个 这个过去 你知道他是你儿子 那就是 我就说样子他一点了 但是我就知道 我是他爹 孩子到现在 这就是他从来 我一说孩子 一拿步行 就说 他不是孩子吗 长大就行了 现在长大了 闪失了 前面就是玩 下半儿 儿子亲戚啊 进自己午以后 就玩游戏 到吃饭得散情 就比情况还难了 他那游戏没玩法 可不他就会 你看 看见了吗 看见了吗 你们的早点 中午饭 晚饭不都是 我给预备的吗 预备不预备 你们俩都是一样的 你就 你看 他不承认到自己从来 我就是 有时我们两个人 说话了 说不到一块 给孩子那个一个烧饼 他是俩烧饼 他还嫌我给孩子 那个肉割得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先生有点抱怨 觉得妻子对自己的关心 不是特别够 是吧 我觉得他现在就有儿子 我 无所谓了 说无所谓 心里全是所谓 我 我 我 也 我 我 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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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你在家中的这些态度留下的阴影 感谢观看 每个人 感谢观看 都是带着都是带着情绪在说话 你带着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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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类的 妈妈妈妈 感谢观看 所以你和 感谢观看 一堆 感谢观看 一个想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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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你的话了吗 最近你真的对他 不那么上心了 那他当然开始 没办法接受 你跟他讲的事情了呀 那我不得多分一些心思 在工作事业上吗 那不然我妈妈会觉得 我跟你在一起 我整天就知道 两个人腻在一起 不赚钱什么的 前段时间 因为我们经常吵架 就是我也想努力 再缓和一下 那时候刚好是中秋节 我就想说 提前几天 我把孩子 送回他爷爷奶奶家 我就跟他说 我们俩安排一下 这几天二人世界一下嘛 然后就把我这边 都空出来的时候 结果他就中秋节 提前一天给我打电话 说他家里有 倾校聚会啊什么的 就没办法陪我度过 就变成这三天 我就一个人在厦门过 那当时我就说 那不然你刚好 亲戚这些都在的话 你就带我进去家人呗 然后他就说 好 我打个电话 打完了跟我说 父母不同意 但是我觉得他就是没打 我估计他就是不想 我就不问了好吧 那因为家里亲戚朋友 都是比较传统 他这个条件 就是他离过婚后带着孩子 我不知道现在一下子 怎么去跟家里面 亲戚朋友讲 就觉得特别丢脸是吗 没有觉得丢脸 就觉得像我这样的条件 配不上你 我没有觉得丢脸 我不是已经在处理 再慢慢调解了吗 那我想说 不想要再向上自己去我家 那件事情发生 你今天来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我希望就是说他可以 如果真的想跟我走下去的话 就是勇敢一点 然后努力争取一下 事儿听明白了 我问几个问题好不好 方便说一下 为什么跟前夫离婚吗 跟前夫离婚 是因为我怀孕的时候 他就去国外了 你知道就是女生怀孕时 本来就有很多情绪 但是跟他倾诉吧 他又在忙工作 就是慢慢有隔阂了 然后等他回国的时候 可能两个人 因为已经比较久 就没有生活在一起了 很多事情聊不到一块 加上他那边 也顶着一些经济的压力 他也没办法 很好的照顾到我的一些东西 种种原因吧 就分开了 好奇怪 你会发现 他跟你有一些距离感的东西 或者他不能照顾到 你情绪上的一些东西 你会选择跟他分开 对吧 而且你们还有个孩子 实际上当时是吵得非常严重的 就是可能一点小事 都会吵起来 我无意说 你们那段婚姻的对错是非 我只想表述一点 你看啊 当那个人不关注你情绪的时候 即使你们有一个孩子 你都会选择分开 但是他也不关注你的情绪 为什么你都要嫁给他呢 因为之前他对我是非常好的 我相信你前夫之前 也对你非常好 因为当时我们是吵得 已经很严重了 但是你们之前 是不是有过美好的时光 对 是有的 一样啊 你把所有的 你们情感的这个因素 推到了他出国了 他有经济压力 所以是这样 现在你们俩之间的问题 是他的父母 对吧 好 我来帮你问几个问题 你接受他女儿吗 有在接受 因为我本身不是很喜欢小孩子 自己以后结婚要孩子吗 我不打算要 为什么 可能我一不是特别喜欢小孩子 二我觉得 对于目前的我来讲 是一个负担吧 所以自己结婚 自己的孩子都不要 哪来的一颗善良的心说 别人家的孩子 我要帮别人好好带他呢 是这样的 我觉得我爱他 我会接受他的这些东西嘛 然后 你接受了吗 我 你心理上真的接受了吗 我觉得我现在已经 比刚开始好 你能实话实说吗 刚开始是真的 我会接受了吗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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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系鞋带呢 我很好奇 我们理性一点 把这件事情 重新梳理一下 来 你告诉我 你当时看上她什么了 确实就是这些细节 包括她会煮饭给我吃 那时候你们是 男女朋友关系 还是不是 男女朋友的关系 但是我们是 很好的朋友 当时我觉得 这小伙子特别好 我当时还一度 想把她介绍 给我的闺蜜 我想说 我虽然我配不上她 但是我希望她过得好 因为我确实也知道 我是单亲妈妈 不是 你单亲妈妈 怎么了 你不就离婚单身 带个娃吗 这有啥呀 因为她是独生子 所以我一开始 我是想把介绍 给我闺蜜的 那就介绍啊 但她没看上 怎么自己给截胡了呢 没看上 然后又好像 跟我聊得还挺好的 就你来我往 也没有什么拒绝的意思 所以我就是 慢慢不知不觉 就越现越深了 那不就是她招惹你吗 听起来不是你追求她呀 我怎么觉得 是她招惹你呀 是我们互相的 因为就是双方都 很有好感 行 我知道 来 你喜欢她什么 她其实蛮体贴 蛮细心的 很懂事 就各取所需嘛 那个时候 你们的需求是一致的嘛 是 你喜欢的是帅和暖嘛 你喜欢的是懂事嘛 对 相处了一年多了吗 她还暖吗 暖 还是暖 没有之前那么暖 我很好奇 就是人家其实态度 已经非常明确了 给我时间 我去 为什么你那么着急 一定要介入她的家庭生活里呢 你说给她时间 给了四五个月了 不是四五个月 对她来说只是四五个月啊 你可能很着急 她只有二十六岁啊 因为我马上就三十了 那是你的问题啊 跟她没关系 粉之一呢 我看到这里 镇定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确实 单亲妈妈生活得不容易 女生的目标很明晰 我要再婚 我要再生一个孩子 但在考量爱情的同时 还要考量现实 你这么匆匆忙忙的去见男生的父母 绝对是一种冲动 遭到冷遇是变软的 你追这个男生绝对是一种冲动 因为这一个男生 他对你所谓的爱 更多的是怜悯 同情 最多只是一点好感而已 还有我的父母不同意 这明显就是借口啊 他不愿意去承担这个责任 更不愿意去承受这一份压力 他说不喜欢孩子 指的就是你的女儿 我再说的直白一点 这个男人现在就是把他当一个备胎 如果你身边出现一个 你真的喜欢的女生 你会立马转身而去 小伙子 我最后一句话 做人厚道一点 这段恋情 如果死 你也让他死个明明白白好吗 我跟你讲很简单 就是你谈的是一段幻觉式的恋爱 我跟你讲 这个幻觉式恋爱怎么来啊 你做活动策划对吧 好 今天我是一个 舞美的提供商 你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活动 后来 我说我要做 你说你做过什么大活动吗 我说我没做过 但我一定能做好 我从来没做过 但我一定能做好 你说那你试试吧 我给你做个捧花 你挺满意的 我给你做个桌卡 你挺满意的 你说你来吧 你做吧 结果我一做我不会 我灯光调度不会 我舞美我不会做 结果你一看 我既然让你做了 你就一定得给我做到底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 因为我觉得你当初那捧花 做得特别好 我只会做捧花 他不就是这样一个人吗 你说他给你做饭 他现在还是每天在给你做饭吗 你说他能带孩子 他现在有每天在给你带孩子吗 他只是做过而已 因为他从来没试过 所以他承诺你 我可以 我不会 试了一下之后 他发现他不行 他都告诉你他不行了 你是不行吧 你带孩子你是不行吧 对吧 是不行吧 真的不行吧 他都没否认这件事 在台上一直在说 就相当于 一二三四五六 我们六个人在说服你 我们六个人都说不服你 姑娘 有执念的人就是这样 谈恋爱的时候 不顾一切 要结果的时候 一筹莫着 姑娘 你要的到底是什么 很简单 你要一个能照顾你的人 你要一个能照顾你孩子的人 你要的是一个能扛起责任的人 他不是的 就很简单嘛 他给过你欢愉 给过你恋爱 他要的也是这个欢愉 也是这个恋爱 他跟你说不是 我们六个人都劝你了 听一句 就这样 你就想让一个26岁 没有当过爹的一个人 去照顾一个四五岁 五六岁的一个小女孩 她不疯还怪了呢 就很多当过爹的 一把屎一把尿 弄起来的 太有烦的时候啊 你别说这个从来没当过 你就想多突然 我们不是要说这个人 是个好人还是坏人 我们只是说 这段关系在这个阶段 进入到这个阶段之后 他承担不起了 就是几条路嘛 第一条路你按他的方式来嘛 开心跟他去恋爱 那是你的选择 第二条路就按你的方式来嘛 我就是给我的娃找一个爹 我就是要给我下半生 找一个一起陪我走的人 我们还有一个孩子 我们要在一起 共同快乐地生活 那显然这个男生 在这个阶段不是 四年以后也许他是 但是你能给他四年的时间吗 百分之五十的概率说 他不是他爱上了别人 或者怎么样他走了 那你愿意这个付出吗 不愿意你就走嘛 有话直说 别绕好吗 有什么说什么 坦诚是最重要的 一起进入 珍奇 不愿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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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其实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